大家好 我是孫允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螞蟻咬死大媽傻 講講講講故情況 今天講故極之靚仔 大幅高開後 全日基本上是反覆向好 升降多一點 升降多一點 下午回來500點開外 升幅超過 以全日最高維修市 收25635點 成交升577點 成交1617億 今日市向好都是科技股 普遍大升 推動市向好 其中騰訊升8% 564元 超過40元 有多的升了 不過論升幅 也不及港交所那麼厲害 港交所成一成 幾百元的股升成一成 去到380元 大家都關注 會不會去到388元 講到今天 狂升 記得昨天節目提到大媽傻吹淡風 兩件事 一個是中國方面 指數昨天向好有利行指上升 但美國那邊有些大媽傻吹淡風 可能對美股有些影響 結果今天並未出現這種情況 反而好像點齊幾個字 螞蟻咬死大媽傻 什麼意思呢 螞蟻起碼兩件事 第一 螞蟻集團即將上市 第二 螞蟻代表的科技股 也有些新的情況 令市場狂升 首先 螞蟻集團上市 螞蟻集團不得了 因為初步估計 集資兩千億美金 不得了 這樣一升 對阿里巴巴的科技股 雖然有利 而且很多不同股份都有持有下 螞蟻 所以對很多股份都有刺激作用 加上剛才提及港交所 這麽重磅的股份上市 對港交所當然有利 這陣子一直廣估成交 也有千多億 今日16億 比昨日又多些 再多些重磅股上市 成交自然更加強 港交所的砲更加強 種種原因 令大媽傻不能吹淡風 也不影響 這是螞蟻第一 第二 跟螞蟻相關的科技股 今天就升到開行 原因都是跟 恒指科技股指數 下星期就會來 在這情況之下 大家有很多憧憬 因為有了科技股指數 大家當然直接想到 美國方面的納斯達指數 納斯達指數就升得很厲害 大家追捧科技股 納斯達指數就升 帶動市場上升 所以一連串的想法 就更加對科技股的聲勢 有推波作難的作用 加上大家想 科技股指數之後 可能有科技股的ETF 接著 再有科技股相關的衍生工具出來 一大串之後 對科技股的聲勢 為之火上加油 就看到 騰訊再創近期的新高 它是564元 走勢極之強勁 這是第二因素 推動市場做好 接著 另兩因素 跟外圍有些關係 第一個就是疫苗 昨天傳出疫苗的好消息 這個消息有幾個特點 有些是其他疫苗都有的 有些是沒有的 有的是什麼呢 注射之後 產生抗體 測試者有效對抗到這些新冠病毒 第二個就是沒有不良反應 這個跟其他的都是有的 第三個其他疫苗 暫時沒有 就是什麼呢 今次是世衛說恭喜它 世衛一個最重要的衛生機構 國際上 對它加持對疫苗 自然對疫苗 大家看高一線 加上第四樣 就是 9月就會出來了 之前 通常沒有那麼多日子 要不說得那麼實 要不說得那麼近 九月就有來了 九月跟現在來說 不是差太遠 過多月就說出來了 這個消息 對環球股市當然是有刺激作用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就是歐洲方面終於傾成了 就是刺激經濟方案 叫做舊市基金 7500億歐元 傾成了 所以今天下午回來 歐洲股市一開 普遍就爆了上去 這個也是 消息對環球股市 包括港股有刺激作用 換言之 香港內的 有科技股相關的刺激作用 外的 有疫苗 以致 舊市資金的消息提震 所以港股今天 含了一聲 衝上去 升了五百多點開 今天這樣升 看單體恆生指數 技術走勢 都是繼續向好 似是 因為 看到了 這就是恆生指數圖 突破下降軌 用裂口來突破 而且裂口突破 不單止下降軌 還包括二十天線 整個形勢看起來 仍然向好 只不過 整個形勢看起來 仍然對好友有利的同事 都要留意這些因素 是不是進一步出現離好因素 確認今次升勢繼續向上 什麼因素 第一個 當然要看看 恆生指數 這個技術走勢 軟線就好 但是 留意第一個 今天升得厲害之餘 成交比昨天多了 千六億 但是和之前的成交比較 又不算很多 不算十分配合 特別是 你看回 其他的股份 成交都不是特別厲害 例如破新高的騰訊 不是特別多 只是和最近的成交相弱 港交所是好一點 但是不能夠突破之前的大成交狀況 換言之 今天的升市 成交上 不算十分配合 也有增加 但是不算十分配合 這是第一個 要等待確認成交 增加確認升勢 第二個要確認 當然 看兩條很重要的平均線 今天為止 二十天線已經穿了 但是二百天未穿 二百十天更加未穿 這條就是二百十天 二百五千九百七十五點 大約二萬六度 至於二百天線 二萬五千八百十五點 大約二萬五千八度 這個還未穿 所以留意這個 等確認就是這個 第二 等確認就是重況股能否扭轉了RSI的一個小小 也不算很多 小小的不利因素就是 RSI出現頂背持 今天見到騰訊是做了近排新高 股價 雖然不算穿很多 但是見到RSI和之前比較 明顯就差了一段 這就是騰訊的情況 港交所也是 今天就明顯升穿之前的高位 但是RSI和前高位是有一個距離 而且這個高位是高高 這個 更加是向下RSI 這個 都是要有待 出現更加好走勢 扭轉這個小小 不算多的 小小偏弱的情況 這是第二 要留意 第三 要看中資股和各恆生指數之間的 有少少少 不是太同步 不可以說是背持 不是太同步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隨著 未近一兩日就出現轉變 因為見到今天國企指數 升得比恆生少得多 1.5%左右 剛才看到恆生指數是2.3% 有個明顯的差距 而且還未突破下降軌 雖然他突破了250天線 而這方面來說是好 恆生少少 但未破下降軌 至於上證也是 上證今天升得更加少得0.2% 昨天一棍勾上去 100點是成為的市 上升的主要動力 今天見到他 升幅就明顯放緩了 而且仍是受制重要的阻力位 這是之前提及過小雙頂頸線 小雙頂頸線跌穿後就成為阻力 有待突破 才確認整個市場的升勢 所以總結來說 市場短期的氣氛 以至短線技術走勢都維向好 但仍是在形代確認 看回剛才的幾個 能否扭轉之前的弱勢 就確認今次的升勢 好了 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好 大家可以看回到這裏 先看回到這裏 一邊看回到這裏 先看回到這裏 先看回到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